秦梁山上埋着陈尤才几位为我牺牲的战友们 其中有一位叫小曹的同志 牺牲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啊 我真想到秦梁山上去 去给他们扫扫木 邓颖超曾说恩来的命是有才换来的 1937年这是周总理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如果不是贴身警卫员陈尤才 伴助周总理挺身而出引开敌人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是周总理十位贴身警卫的第九位 周恩来脱险之后 敌人因为找不到周恩来 就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陈尤才的身上 他身中六枪 最后敌人向其遗体连捅了二十刀 毛主席得知后勃然大怒 而事后周总理也是为其落泪 下令彻查此事 抓到后扼杀无论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又是谁那么大胆敢刺杀周总理呢 周总理作为毛主席的左膀右臂 负责掌管许多事务 另外很多会议也需要他亲自出面 这也就导致他很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对象 人身安危受到威胁 918事变爆发后 中华民族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就在大家想方设法抗击日军的时候 蒋介石还想发动内战 眼看国难当头 爱国人士张学良和杨虎成选择铤而走险 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起抗日 事后 国党受邀前去谈判 而这个重任就落到了周总理的肩上 1937年周总理跟随警卫队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 火红的太阳从清凉山冉冉升起 放羊老汉那粗狂豪放的信天游 不时在人们耳畔回荡 把延安的春色构成一幅生动波姿的图画 在延安南门外红军供给部的大院里 周总理与前来送行的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领导一一握手告别 然后登上一辆大卡车 卡车沿着衣山铸旧的黄土公路 向西安方向石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在周总理面前又摆着一个新的历史使命 同国民党谈判 由于毛主席说过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 不为张学良第二 因此中共代表先是在西安与雇主通谈 后来又移至杭州与蒋介石谈 这次周总理前往西安 准备南下与蒋介石继续谈谈 与周总理同行的还有被派往香港的张云义和去 西安联络处工作的孔施权以及吴涛等几个新闻记者 共有20多个人 对于周总理的安全保卫工作 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 为了有备无患 他们还派了特务队一个牌前往护送 且令三辆卡车同行 这样不但有情况可以相互侧应 而且到底哪一辆是重点 也使外人难以辨认 本来定于4月24日启程 但是由于毛主席的窑洞里 对国共合作新一轮谈判中的某些问题还没有敲定 因此决定让两辆车先行 由一辆车第二天启程 周总理还特意让他的随从副官 延安卫属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 告诉先行的特务队一排排长等人注意安全 25日早饭过后 毛主席站在窑洞的早树下面 目送着周总理离开延安 山路崎岖不平 周总理的汽车不停地颠簸 警卫员刘九州坐在后车帮上 望着路旁飞一般倒退的树木 防射不免有几分担心 他下意识摸着腰间的手枪 这家伙跑得这么快 有了情况咋办 能打准吗 颠簸得很厉害 是不好打 张瑜义的警卫员温泰林也顾虑重重 在一路的颠簸中 塔车进入牢山山区 司机牢里加大油门 发动机吃力地运作着 一鼓缩气爬上最高点 越过山脊进入甘泉陷阱 牢山绵延于陕北的黄土高原之上 山脊蜿蜒曲折横川与延安 甘泉两线之间 这里沟壑纵横 满山都是茂密的丛林 所以军事家历来视为用武之地 周总理看着车窗外的峡谷 跟车上的警卫员讲起了故事 1935年10月 蒋介石派兵对刚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 东北军主力110实施两个团 就是在牢山被我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哼 突然传来枪声打断了周总理的讲话 什么声音 陈友才警惕起来 好像是鞭子 有九州回答 鞭子 陈友才提出疑问 在这荒山野岭 根本看不到羊群 哪来的鞭子 话音刚落绷绷绷几声响 是枪声 周总理马上意识到枪响绝不是偶然 陈友才透过驾驶窗玻璃 警惕着看着周围 这是一个波及型的山坳 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汇点 这时 左侧的峭壁上 左后侧的崖畔 都响起了枪声 周总理意识到遭到敌人伏击 命令司机老李 加大油门 快速前进 冲上那个坝梁 设法摆脱敌人 司机将油门一踩到底 直冲大坝梁而去 可就是这时 埋伏在大坝上的敌人开火了 机枪 步枪向卡车射击 车轮被打扁 卡车嘎的一声被停住 司机老李身中树弹 电光火石之间 好几位警卫员重担倒地 这是敌人的一次有预谋 有计划 有组织的伏击行动 周总理敏捷地跳出驾驶室 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 散开 还击 车上的张云毅命令陈友才和陈国桥 陈参谋长 以保护周副主席迅速转移 陈台副 你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听到命令的战士们迅速展开战斗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 腿部就中了一枪 但他还是强忍疼痛 一面挥舞着手臂 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总理迅速撤离 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 情急之下 他穿着周总理的西服 头戴礼帽挥舞手臂举动 远处的敌人将陈友才认作是周总理 而周总理穿着警卫的衣服 在混乱中已经安全撤离 由于陈友才扮作周总理 吸引了众多的敌人 子弹全部朝他射击过来 此刻陈友才意识到 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 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 与敌人开始周旋 根据敌人的射击位置 周总理判定大坝已被封锁 其他山谷也有埋伏 唯独右侧荒草那片沉寂 于是他当机立断 出围 尽快摆脱敌人 就在周总理等人撤下公路时 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 拖着疼痛的伤腿 不停地向敌人射击 啪啪啪几声枪响 他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 鼓励特务队的战士们 陈参谋长死得英勇 死得光荣 我们要像他那样 不怕牺牲 坚决顶住 确保周副主席安全 陈国桥把几颗手榴弹摆在面前 准备和敌人最后一拼 他依望 班长邓廷荣和好几位战士 倒在血泊之中 面对这些牺牲的战友 陈国桥悲痛无比 他看了看其他幸存的战士说 这里有我和王开明顶着 你们赶快撤退 副排长 要走一起走 19岁的曹洪坚定地说 正说着 一排子弹打来 陈国桥急了 小曹 快撤 这是命令 陈国桥和王开明继续和敌人战斗 子弹打光了 还剩几颗手榴弹 敌人嚎叫着向他们袭来 陈国桥和王开明甩出手榴弹 与此同时 敌人射出的子弹 两位老战士倒在血泊中 战后 匪徒一窝蜂对牺牲的战士搜查 当搜到陈友才时 他们看见陈友才一表堂堂 兜里有一张周总理的名片 以为他就是周总理 于是在陈友才的尸体上 木桶20刀 然后扬长而去 周总理成功脱险 他们预袭的消息 很快传到延安 延安上上下下震惊无比 总参谋刘博成 警卫员团长黄林 保卫出处长周星 都纷纷要集合队伍 延安的工作人员 百姓都涌上街头 打探消息 毛主席此时手里夹着一根烟 显得焦躁不安 急切盼着周总理安全归来 黄林等人一路快马加鞭 不久后就遇到了周总理等人 周总理说 我没事 去看一下牺牲的战士们 将他们的遗体运送回来 黄林等人来到战斗现场 现场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 行李卷 文件带丢弃在卡车旁边 他们对倒在血泊中的战士检查 发现几名战士还活着 便立马进行抢救 负伤的同志和烈士遗体被运走 周总理一直留在检查站 等待黄林的归来 当他看到被子弹大的千疮百孔的毛毯 和陈有才身上被血染红的大衣时 周总理累崩了 他说 有才是替我死的 我们不能忘记他 回到延安后 毛主席罕见发火下令彻查凶手 他说 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 一定要他们杀人偿命 几天后 保卫局局长谢慈群查到真凶 伏击周总理一行人的 正是这一代活动的土匪 为首的叫李清武 他们是这一代危害最大 人数最多的一股 前两天 他们接到延安做探派人送来的情报 率领一百多名匪徒连夜 来到牢山附近埋伏 得知真相 解放军集结队伍 对李清武进行围剿 最终将他们全部歼灭 尽管这样周总理 每次回想起来 还是十分悲伤 而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士 也将永久留在人民心中 感谢观看